今天咱来一起玩几个拼图游戏 这是一张小猪的照片 不过被剪掉了四块 你能把每一块都放回原来的位置吗 位置一少了只耳朵 所以得补一只 可是左二还是右二呢 对了应该是右二 剩下的位置二就一定是左二了 再看位置三 它需要一条小猪腿 而四呢则需要一条尾巴 这样咱就把小猪给拼好了 拼完了小猪 再看条老鲨鱼 它实在太老了 只剩上牙了 你能帮它挑一副下牙 跟它的上牙配在一起吗 一号牙齿如何 只要你对牙的缺口稍加观察 就会发现 如果真是一号图片 上下咬合之后 牙齿飞碎掉不可 看来突对突 凹对凹的牙齿配对是不行的 再拿二号图片试试 咦 这回成功咬合了 看来二才是对的 所以在拼图时 要遵循你凹我凸 你凸我凹的配对原则 才能真正把图形拼起来 最后咱再来看一幅图 这幅图是长方形的一部分 你觉得下面哪个图 可以和它一起拼成一个完整的长方形呢 你只要看看组成长方形 它还缺什么就成 显然缺的是 这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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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块 只要把缺的补上 自然就是长方形了 观察一下不当发现 缺的部分所组成的图形正好是A 所以答案就是A 在刚才的这些拼图游戏中 总的来说有两个原则 一是缺啥补啥 像小猪的照片和拼长方形 都是这样的例子 二是凹凸配对 像老鲨鱼的牙齿 就得用你凹我凸 你凸我凹的原则 才能正确配对 明白了这两点 拼图游戏就轻松无比了 现在问题来了 下面哪个图 可以和这幅图 拼成一个长方形呢